很网友都晓得,文鱼圈与龙混杂的地方 这各类前鬼泽,走后门的也良多 当红的女星不仅人气极高,并且斑斓动听 可是在50岁能保持美貌的明星又有几个呢? 对钟丽提信托大师都不陌生,他从刚起头出道的时 他就以性感笼统成如今不雅观不雅观众们的视线中 之后20年中,钟丽提由于他较好的概况 40岁的他被不雅观不雅观众们给以了性感女神的称呼 虽然他在文鱼圈中的事业是非常的顺遂 可是在他的激情虎口上却是非常别角,他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外国人,名字叫做Blen Ross 在1998年的时辰,钟丽提和这位丈夫怀孕 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女儿 可是好景不长,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 就以离婚的编制军事了这段激情 后来,又碰着了他的第二任丈夫严征 并且也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是这段激情也没有为此多久,他们也是离了婚 女儿的抚育权则是给了对钟丽提 直到在2015的时辰 钟丽提与如今的丈夫张伦硕由于出演综艺节目 弱势爱,因细生情 后来,在张伦硕追逐之下,两人才确定了情人的关系 在2016年,两人的婚礼在北京号大停止 他们的恋情在刚公布时也已经抖动过整文鱼圈 由于他们的岁数相差的太大了,钟丽提整整比张伦硕12岁 刚起头的他的恋情并没有被网友们所看好 认为他们的婚姻不会久长 可是他们在婚后,他们两人的过得也是非常的幸福 钟丽提也为张伦硕生了一个女儿 在社交软体微博中,时常看到了他们撒狗粮的亲密照片 粮多的网友都被他们撒的狗粮给爱戴到了 钟丽提可对张伦硕为是真爱啊 在他嫁给了丈夫之后 钟丽提把三个女儿的姓权改成了张伦硕的 比来网友晒出了50岁的钟丽提照片只见他变胖了很 肚子更是胖的恐惧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真不懂张伦硕爱好的哪一点送给我都不要 对此你是怎样看的呢? 钟丽提,英语,Christie Chung,1970年9月19日,香港女演员 于加拿大蒙特楼出生,为中月混血儿,母亲是越南人 钟丽提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毕业,主修行销,精通五种语言 英语,法语,粤语,普通话,越南人